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续的调味料 两汤匙蒜末 桑巴辣椒 以下我有列出连接这家做的桑巴辣椒交成视频 想学习的朋友可以点击 170克的臭豆 臭豆在使用前要切开彻底洗净再沥干 45克的阿桑果肉 加半杯清水 把挤压好的种子扔掉果汁保留 100克7克的虾 爱吃虾的朋友可以自己多加一点 虾的上背部切开去内脏 生抽一汤匙 白糖一汤匙 少许的胡椒粉 半茶匙玉米淀粉 搅拌腌至一火 150克肠豆 一条大辣椒 一条大辣椒 150克羊角豆 一条茄子 重量280克 两汤匙普通面粉 茄子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可以防止茄子在油炸过程中吸太多的油 大火热油 用一根木筷子测试 有很多块气泡冒出来就表明油已经很热了 茄子 炸至金黄色 长豆 要快速的炸不超过一分钟 等到粥皮就立即捞出来 三汤匙油 大蒜 臭豆 羊角豆 炒一火 蝦 再炒一火 四满汤匙 撒巴辣椒 阿三汁 长豆和茄子 一汤匙鱼露 半茶匙盐 要根据你的桑巴辣椒的咸度调整原料 阿辣椒 对不起我忘了加入一汤匙的蚝油 要记得自己加上去哦 炒吃到菜整个过程要快速 不要煮够熟 当地的美食是大天王就煮好了 每一次我吃这道菜时 都需要额外多加米饭 谢谢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赞与订阅 下回再见 bye